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非应就生活物资补给和人员轮换保持事先沟通 菲律宾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国通报 对于菲律宾运捕船上装载的货物类型 中国海警会根据实际情况和维权需要 以多种方式进行识别和查验 这项新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 与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的有效运作迷不可分 七年前 中非同意建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 在作为其他机制的补充 不损及其他机制的基础上 就涉及南海的各方关切进行定期磋商 以避免争议复杂化扩大化 影响南海和平稳定 本次新协议作为中非在第九次会议上 所形成共识的巨线 证明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试图通过所谓麦克风外交 灰色地带缠斗和曝光战略等手段 继续胡小蛮缠 对华施压是行不通的 唯有当事国之间进行直接谈判磋商 才是正道 任爱礁事态的起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菲律宾违背承诺 不仅不过走在任爱礁坐摊 并长期非法滞留的军舰 还执意向坐摊军舰运送建筑材料 企图大规模维修加固 以实现对任爱礁的永久占领 新协议不承认 菲律宾有关活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也不意味着 菲律宾可以以刑事管辖权的名义 将其行为合法化 作为以危机管控为目标的临时性安排 新协议的作用在于 避免双方因误解误判而发生意外 而一旦发生意外 则要通过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 及时有效处理 多年来中国在处理任爱礁事态上 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耐心 在管控海上分歧 预防意外发生上 展现了极大的善意和诚意 菲律宾上届政府执政期间 中非双方曾就任爱礁局势 管控商谈达成军子协定 小马克斯政府上台后 中国向菲律宾政府高层 多次通报和交涉军子协定有关事宜 并始终坚持通过对华协商 与非方寻找管控分歧的办法 2023年9月 中方邀请菲律宾总统对华特别事务特使 来划作商 双方就局势管控达成新谅解 该谅解获得非领导层同意 2024年初 中国又通过外交渠道 同非西部军区反复商谈 达成人爱礁运补新模式 非军方多次确认 该新模式得到包括非防长 国安顾问等在内的整个指挥链条同意 然而 菲律宾不惜以贬损自身国家商与为代价 否认前政府时期的君子协定 对现任政府曾确认的新量解析模式 也在遵守一次后 玄机反悔 因此 这次达成的书面协议会在多大程度上 得到菲律宾认真完整有效落实 中国会听其言 观其行 若菲律宾滥用 中国在人爱销问题上 基于人道主义精神而展现的灵活和耐心 把新协议当成是权益之策 缓兵之计 事后 出尔反尔再挑事端 那么非防定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好了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ugh Gener